一趟捷运的时间 听一本好书的精彩 林尔祥为您朗读 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听天下好读 我是林尔祥 希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能够让您得到一本好书的精彩 也能够得到一个启发 或者是学习到一个语言 这个观念 今天想要为您朗读的书斋内容是 出自天下杂志出版的 深思考的锻炼 作者是连强国际集团的总裁杜书武先生 杜书武他在1974年 交通大学计算与控制学习毕业之后 就积极地投入引进推广英特尔CPU的技术 被推选为影响台湾电子资讯产业发展的 十大关键人物之一 1988年创办了连强国际集团 40年来独到的经营策略 将连强国际发展成亚太第一大 全球第三大 年营收9500亿元 版图跨越了台湾 大陆 澳纽 北美 印度 中东 泰国 泰国与印尼等地的资通讯电子通路集团 也长期被天下杂志评选为标杆企业 获得哈佛商业评论评选为台湾执行长50强 被基金投资经理人选为最佳专业经理人 并且荣获交大杰出校友 这本书是杜书吾总裁 从40年的管理历练中 归纳出深思考的概念 步骤到练习与深化 他说 真正的深思考 指的是反复追问事物的内涵 仔细去拆解现象 厘清背后的意义 甚至深思考指的不是一次思考就结束 而是多次阶段性长期性的思考 这本书也针对如何培养深思考 提出了具体的步骤 并且就自我修炼 团队领导 制度设计 世人选才四大面向 阐明一位经理人应该具备的思考逻辑 以及如何看待遇到的各种难题 自我修炼 如何打破负面思考的惯性 不要凡事跟自己过不去 团队领导部分 则是怎样改变部署认知 用正确观念带动团队进步 制度设计面 则是如何透过制度与工具 提高工作效益 并且让下属有成就感 世人选才部分 则是摆脱了单点拍板的盲点 建立一套系统化 读人适人的流程 运用深思考 对问题抽丝剥茧 化繁为茧 将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您的眼界也会跟着这本书 自然地豁然开朗 今天我们书斋的重点是 做不好就换人 要小心这种管理方式 潜藏的三大后遗症 有些人在管理部门的时候 会误学一个说法 只问结果 不问过程 理由是 尊重个人与个人能力发挥 只用结果的达成来平和 这种说法看起来不错 但是往往得到的潜藏后遗症 却是 用了错误的方法 没有效率的方法 或浪费钱的做法 做出了结果 第二个 他会用不择手段 做假的方式 做出结果 第三个后遗症是 根本做不出好结果 持这个观念的人 会大声说 达不到目标 做不好结果就泰换呢 或许在西方 确实会立即泰换 但是在东方 又是体谅他很努力 又是说他很资深 总有一堆的理由 而且也没有人可以换 所以做不好 也没人被泰换 反正代价由公司去付 而且那些用不择手段 做假 无效率 或浪费钱的做法 虽然潜藏着后遗症 但不是立即会被发掘 直到爆发的时候 必然已经造成严重后果 当然这种事发生时 不但当事者被泰换 连主管都自身难保 大家要知道 西方的个人主义环境 每个人都是五日经兆 他们的心态是如此的 也就是在一家企业 或一个职位 本来就不打算久呆 所以也不会投注心力 去辅导部署 而且虽然知道 这些做法会有潜藏的问题 只要自己任内 不要爆发就好 即使爆发 走人就是了 很习惯 所以这种说法 高举着尊重个人 发挥才能的大旗 背后却是隐藏着便宜行事 偷懒谢责的心态 只顾自己私利 反正出问题的话 代价都由公司去承担 西方善表达 善举大旗的作风 有其环境特质 因为他们能够不顾其面地 立即汰换 同时因为就业市场成熟 各类人员充沛 也容易找到替补的人 但是在东方 社会还在提升开发 部署是需要主管予以辅导的 同时主管也需要了解 部署做事的过程、方法 适时提供经验 供部署参考 并且主管也借由了解 部署做事的过程 预知结果 必要的时候 预先加强或补救不足之处 而不是等到结果出来 补救也来不及了 当然这个过程 不但可以提高效率 精简成本 还可以防止 不效部署的作假 与不择手段 有些人崇洋 只要西方的就盲目学习 洋洋得意地炫耀 而没去了解背后的价值观 与文化差异 以及是否有配套措施 结果形成四不像 这样的主管 部门管理是松散的 绩效是不稳定的 经常会爆发问题 而且部门内培养不出人才 有人才是运气 所以长期绩效增长有限 是上层主管会经常关照的对象 当耐心已尽 就是撤换的时候 有经验 尽责 而且有长期经营观念的主管 自然知道这个道理 就是对人要听其言 观其行 理其思 而说得很好听 谈得很大气的主管 要长期稳健 拿出好绩效 才是硬道理 否则 英雄 变狗雄 以上书斋 做不好就换人 小心这种管理方式 潜藏的三大后遗症 摘自天下杂志出版 深思考的锻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